歷史的16713金鋼 GMT Master II 當然不是市場上熱炒的款式 配豬帶有它的味道 而事實上 GMT II 都是以豬帶為它原本的設計 現在看到這些錶 如果轉了一隻濕 六萬多 有些人七萬多 這樣看就覺得很恐怖 這隻當然是未炒到它 但看見努力時 金鋼的細心看 金字的index 其實做工也是不錯的 而且日用帶手上也有些味道 也沒那麼悶 不過豬帶對於一般用家的認受性 還是金鋼 就不知大家怎樣看 我如果玩錶 就希望錶獨特些 每個人都帶金鋼濕的時候 其實金鋼 GMT 也不是在市場那麼多 都有它自己的味道 而事實上 它還未炒到它 起碼現在買的價錢 也不是太難接受 還是低過六萬很多的一隻手錶 金鋼也有它的玩味 不過如果說這些錶 現在又盒又紙 也在市場上也很少 通常都見到一些沒有盒沒有紙 日本市場就有大量的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這隻16713的金鋼 GMT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日用錶 不過攪拌 悶與不悶呢 值錢與不值錢呢 都是全部有你自己個人的看法 好 多謝大家